Lady luckiest morning 大家好我是龍哥 今天就來跟大家中古品開箱了 就是開這個蒙面超人亞極台裡面的三騎 蒙面超人基樂士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包裝都是用銀色為主 以前的這些蒙面超人產品 通常都是用這些銀色做底色的包裝 也有一個灰黑色的人物的展示 另外它也會有一個小窗口去展示裡面的內容物 包裝的兩側就會是這個產品的名稱 上面也是有一個產品的名稱 背部跟現在的這些產品是一樣的 都會有這個產品展示圖 去展示它不同的姿勢動作 開了之後在它背景紙的後面 就會附附近說明書 說明書也是那些玩法 教你怎樣去換它的零件 這個是拿出來之後的內容物 有一隻的本體可以交換的頭部 就是它號召之後的頭部 這個是它的腳後面的爪 這個是它手掌這個位置伸出來的爪 另外它也有一個個性化的武器 就是一條長邊 有兩條 後面這裡是它邊的接駁位 加上它自己的手 有四對的手型 實心拳 它就有這個伸出來的手指 這個是五指鬆開手 還有這個好像獅子手那樣的 那這隻Carmen Rider 紅面超人就是 底衣會是黑色的 全身就會是一個墨綠色的造型 加上這個衣領的位置 腰帶和這個腳部的位置 會有一些金色的點綴 那這一隻基諾士呢 就是一個進化得不完整的亞極陀 那亞極陀呢 整身的造型就是很 古代武士 古代騎士 很盔甲型的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這一隻基諾士的造型 是很生化類的 基本上它的 胸甲的位置 背甲呢 那它這個背甲的位置 也都會有 好像這些這樣的凸起 那胸甲的位置 也都會做到 好這個 生物化 那它這些 其他的底衣 就是譬如這些 大腿的位置 它都有做到 那些生物化的設計 那就 令到它突顯到 它是一個 不完整的進化 進化到 沒有得好像變成阿極陀 那樣 成為一個 騎士 那樣的類型 那 由於是這個二手的產品 那 還有是中古品的關係 那 所以其實它的關節 都是幾鬆暇的 那 那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這個可動性 那 頭部的左右移動 不會被E-Lang卡住 下巴不會被E-Lang卡住 但是 它的 頸部 其實只是扭到 這樣 就是它左右 那 那 抬頭方面 抬頭 低頭 其實幅度都不錯的 還有 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腹眼的位置 其實是有透明零件去做的 在旁邊看的話 其實是可以穿透兩隻眼去看到 後面的東西的 那 手臂方面 它的 平舉 是 被這個肩甲擋住的 還有它們是沒有這個可以拉出的零件 那 就只是去到 大約45度的 那 這個平轉 一如以往是沒有問題的 手肘關節 是 和 所有的 SHF 產品一樣 都不是相動的 所以只可以做到一個 L字形 手腕方面 依然是這個球形關節 可以轉動360度 那 這些尖刺位置 各位 如果是有這一類的產品的話 小心 因為它這個尖尖位 其實都是挺利的 挺鋒利 所以 玩的時候 其實是要小心的 那 腰部的部分 就 相對地可動 是其實比較差一點的 沒有 新的這一類的 那麼可動 那麼容易去轉動 那 它也是會有做到這個腹肌 但是 它不像新的產品 它這個位置 是會 四塊 整出來 它這裡是兩塊大的 那兩塊小的 就會被這個腰帶 覆蓋住 下面 當部 其實是有做到 這個 走光的 防穿幫位 所以 它腳部 是有拉伸 有拉伸 關節 咦 原來它手部 也有拉伸 關節 不好意思 拉伸完之後 其實是可以去到 勉強 接近90度 這個腳向前踢 在沒有拉伸的情況下 都是可以去到 90度 這個腳向前踢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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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拉伸的情況下 腳的向後踢 其實是做到 少少的 很少的幅度 那麼 側踢其實是去到 接近90度 那麼 那麼 在拉伸的情況下 它的腳是可以抬到 這樣 超級高 那麼 方便去做 這個 它這個腳踢 腳爪 去進行這個必殺技 後踢 依然是會被這個 屁股的位置去擋住 那麼 都是 跟 沒有拉伸的關節 後踢是差不多的 那麼 這個 膝關節的位置 就沒有用到 這個 雙段的關節 那麼 小腿位置 和大腿位置的連接位 其實是不可以貼 的 是一個 L字形的 那麼 這個腳步 就 360度 旋轉的球形關節 那麼 可以這樣 去 左右的移動 腳掌的部分 依然是有做到 這個分段關節 是可以 這樣 分開 頭部這些零件 其實是可以替換的 它這個 是完整的 形態 就是 被 這個 女主角 去 救治了 還是復活了之後 它才有一個 那麼長的 角的 那麼 它這個 可換的造型 裡面 這個頭部是一個 蠔叫的造型 那麼 它的眼部依然是 這個 透明零件 那麼 它這個角呢 其實是可以拔出來的 這個角拔出來之後 放下去 就是它 最一開始 會消耗 生命力 去使用的 一個形態 那麼 那麼 就可以 裝上 這個 頭部 就可以 變成一個 它這樣 號召 的 一個 形態 那麼 它這個 手部的位置 呢 就是一個 細細的 追 體 那麼 就是一個 下滑的 關節 那麼 它這樣 一推上去 就是 踏實的 它就要 給點力水 這樣 移下來 那麼 可以換上 這個 都是下滑關節的 這個 手的爪部 那麼 一樣 這樣 移上去 之後呢 它就可以在這裏伸出來 所以這個 腳爪的位置 我到現在都沒有拔出來了 但是 一樣的 也是 拔完出來之後呢 再 拔回 那個 腳爪 下去就可以了 這樣拔出來 然後把這個 腳爪拔下去 它就可以完成到 這個 腳爪的替換 另外 如果不想用到這個 這個 手部的 爪 也可以替換成為 這一條的 邊 這一條邊 就是這個 滑的設計 那就是它 這一節 下半節 然後 可以 不拔它中間那一節 就直接拔這個 那就是 它慢慢 拉出來之後 一個很短的 這樣用的 這個手的 手邊 也可以拔中間那一節 那就可以去到 很長很長 這樣 對 也可以把它 斷了 就 放了 這 頂 那就是 剛剛 拉出來 小小的 位置的 一條 手邊 對 那今天的影片 到這裏就完 了 如果我喜歡的話 不妨大家 like comment share 這條影片出去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鐘仔 出片 可以第一時間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